长沙洪水猛贯停车场地铁站 多人汽车逃 女骑士险被冲走 年日受暴雨影响 洪水突袭中国长沙 猛贯地下车铺 车主们纷纷紧急移车 可是因水流湍急 车子开不出去 车主喊道只能汽车逃命 再晚车门就开不了了 这场措手不及的暴雨习程 长沙市多个地区乘灾 地铁站也遭洪水侵袭停运 一眼望去长沙市成了水上威尼斯 轿车摩托在水上艰难移动 更有一名女骑士险被水冲走 据新浪新闻报道 6月24日当天 长沙一小时降雨量等于54个西湖 而且最新天气预报 这雨还会继续地下 面对任性暴雨 长沙居民没事别出门